我念出,我做了一些寺庙能挑出来最艰难的几杯酒 我又出了一个 可以做墨鸡托 金汤泥 有口子 也可以做 这个是做金汤泥的呗 金汤泥太棒了 都是你在家随便能做 第一万八年 水油 现在我们直播间已经卖完货了 所以买这个地方可能还有地方花点 那我们一个嗨棒 我真的觉得它挑出来的嗨棒是非常非常棒的 还有很多威士忌波本桶的香气 我喝完了之后我一直有 宝贝 蓝宝石金汤 对它这边还给了一拳的那个苏达水跟汤泥手 这个 It's so good 这个感觉都省了加那个小清零了 从墨鸡托 一般的话做墨鸡托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新鲜的清零 也没有新鲜的薄荷 但这个都已经挑进去了 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做好的墨鸡托 只要加冰然后倒进去然后喝就行了 但是这种会好喝吗 我再加一点点上去 那如果你要放一点点薄荷叶什么的你可以的 没必要 它那个薄荷的味儿挺多的 对 它里面挺多清新的薄荷味的 15度 所以你一个晚上你这瓶就没有了 现在很多大人生他在宿舍里自己调酒喝 就这个完全OK 对 如果你要多加一点筋 你可以就一般白加的一般这个 加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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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加筋 为什么 筋是第一个 那我们这一套 三个牛逼的被子 然后有一些饮料 最重要有你的酒 我们也有这个盒子 如果我在我家我的阳台那边 如果我安排一些朋友过来喝酒 那我们都是拿一瓶一瓶 很烦 非常烦 如果你有这个方便的小盒子 你可以就全都放进去 然后你可以拿到你朋友的那边 还是你去外边 你去里边 你随便 This is a party ready to go 你一出门你就是 It's a party 如果你们想要 试一试 我们可能在厨窗里会有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去做出来一个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调酒的方法 你们评论一下 谢谢